哈囉你們好 哈囉 你好 先跟我們講一下你們的學校為什麼這次沒有攤位 我也不知道 對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妳就是來參加就對了 對 好那你們國中剛剛有進行什麼活動嗎 考越野 考越野 就一顆而已 有人有考自行車 因為自行車要高級參考 我們沒有高級 所以你們兩個只有考一顆越野 對 好那越野要考什麼 就是 跑公園 跑公園 要在限時時間內 就 30分鐘內 30分鐘內 30分鐘要跑多長 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多長 從那邊跑到公園 然後跑一圈都再回來 就是公園一圈然後叫到外面再繞回來 然後這樣就過關了 對 不用學科嗎 呃不用 所以你們兩個應該是有過了 有 對 好啊 然後這個越野這個專科章考完之後 就來這個參加這個園遊會對不對 對 跟我們講一下今天的 今年這個攤位有沒有什麼 讓你們覺得好玩或什麼 東西特別好吃 還沒逛 我們在顧書包 對啊 我們在顧包包 我只買了個飲料而已 所以你們現在都還沒進去逛 還沒啊 還沒 我們在逛 我們才剛 我們才剛跑完沒多久而已 所以你們是分批是不是 剛已經有人先去逛 對 然後等一下他們來了再換你們去 對 我們已經去過了 我們已經去過那個跑完 我們已經跑完了 對啊 可是你們還沒逛園遊會 對他們回來 喔 那我們到底要聊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對 那聊你們為什麼參加同學好 嗯 很好玩啊 當初是什麼原因 是看到同學嗎還是家長 因為我不想選社 我也不想選社 我也不想選社 我們需要三十幾個社團要選 然後一個每個都要填 每個都要填 每個都要填 只能填一個還是要填好幾個 全部都要填 那 所以你就把童君挑第一個 童君是不用 童君是直接就寫報名表 喔 所以你只要參加童君團 你就不用去選其他的這個童君 其他社團的 對 所以你們就嫌麻煩就對了 對 你是什麼態度啊 我們童君很好玩 你這樣子 很好玩啊 參加之後才覺得很好玩 好啦一開始是隨便報名的 那現在就真的好玩 那好玩在哪裡要講一下 譬如說什麼東西 就是露營的時候可以學到很多的什麼技能之類的 你們這段時間大概有幾次的一個露營經驗 一次而已 蛤就一次 因為我們才七年級而已 對啊 就等於剛入門 七年級這樣等於是才半學期 對 那一次有什麼特別難忘的經驗嗎 就是 我們用原子炭 然後生火一直生不起來 然後 到底什麼原因 你知道嗎 呃 其實我也不知道欸 因為生火的不是我 可是原子炭已經很好生火了 你為什麼燒不起來 不好不好 木炭比較好生 真的假的 真的木炭比較好生 喔 原子炭會一直熄滅 所以你們這個 第一次露營的時候 因為生火很困難這樣子 對 那搭帳房有沒有遇到問題 沒有 因為學姐都有幫助我們 而且前面還有先示範 喔 所以你們這個帳房就沒有問題 嗯 嗯 那再來講講這個 除了錄影之外 呃 在學校有沒有 童軍課有沒有上一些特別好玩的課程 呃 哈哈哈哈 叫生火 生火的那個燒材不是有順序嗎 要從細的到粗的啊 那個不是都是技巧嗎 你都沒有講到就只有講很好玩 就很好玩 嗯 好啦謝謝你們兩位